能看透唯一的真相 外表是5歲 智慧也是5歲 屁屁好嘲嘲 名偵探柯欣 哈囉大家好我是慕咪 這集天留言板一直出現 小心已經死去的留言 有些留言感覺快引發 鼻戰了所以我就先給他 先...刪除 有些人可能看到有人留言說 小心已經死了之類的話 心裡OS可能會說 你才...你全家才...廣大 咳咳 但是我們身為21世紀的文明人 絕對不會這麼說 對吧 當然會以為小心已經死去的人 其實本身也是一名受害者 大多這種小心已死的都市傳說 是從大陸那邊開始流傳 然後開始一傳十十 傳百百傳千千傳萬 在網路散播這類文章的目的 就是為了吸引眼球 甚至還說蠟筆小心的真實人物 其實是某位母親的小孩 在五歲的時候不幸過世 該明母親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 所以開始用蠟筆在日記本上紀錄 她所幻想的孩子日常 然後被蠟筆小心的作者 舊錦儀人畫成漫畫出版 等等之類的坊間傳說 那究竟是不是真實的呢? 我可以很不負責的說不是真實的 其實只要多花點心思 就能發現這些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有些留言甚至官方都出面澄清了 所以各位大大別再說 咱們的小型已經死了之類的好不好 fazla天啊 今天會有些的 今天會有幾個好 如今 有一些.. 旨人會不會 摯迪的